如果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喜欢我 我要不要去死啊 人生有很多东西你辞不掉的 然后靠着喜欢与不喜欢来决定 你要不要离开 那当你遇到一个离不开的环境的时候怎么办 我们这个被别人喜欢的需求 到底要扩张到什么程度我们才放心 每个人都想要被喜欢 所以当他被讨厌的时候 他就觉得不安全 喜欢只是人际关系当中的一种而已 那个感受啊 有可能不是对方发给你的 而是你自己解释出来的 所以当你觉得世界充满恶意的时候 不是选择从这个世界离开 而是不要把喜欢当成至高无上的标准 我知道很多人存在一个家庭里 你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 你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不喜欢自己的孩子 你退得出那个家吗 所以到最后世界上所有你收到的恶意 只有一个解决办法 就是你怎么去解读这个恶意 你永远不可能要求那些给你恶意的人 转过来说我改成给你善意 唯一能够改的人是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收到了恶意 可是我们有办法把这件事情理解为 我应该想知道这个恶意的